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去新城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 种种迹象表明 都疯了 这玩意已经 进入了希特勒 晚期 就是电影元首的愤怒 这个我们经常看 那种情绪化 劫斯底里 一种癫狂的精神状态 最新秋喜就来自于 中纪委干了一票大的 昨天我一看不得了 这习宝纸 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当一个他穷途末路 焦头烂额 在内政外交各种政策的压力底下 天天有人传他中风 他受不了 所以一旦作为一个十岁员 一个大国的领导人 充满情绪化 还有劫斯底里的话 根本已经没有办法在 做这个工作 在胜任这个工作 做好这些事情 所以玩独的出大状况 很多事情就会搞砸 你看希特勒 那个电影 他就不断的埋怨底下这些人 不能搞定任何事情 很多事情 哇这个盟军都打到柏林来了 不行了 这个躲在地堡里面 他就是这种情况了 知道吧 另外一头 这个 这个 这个很多金融的情况 我们结合起来分析分析 这个等一下告诉大家啥事 另外一头 是中 另外他的好巴黎 好巴黎 那个俄勒斯 没想到俄勒斯这边说状况了 俄罗俄军真的彻底崩溃了 就他以为 哇 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百年为有是大变局 他感觉自己还闲 但是他一步一步走来 最后他发现他彻底搞砸了 然后他就开始 他就除了发脾气 没还就是发脾气 然后这个俄罗斯现在最新情况 就是以前的小弟都开始驱逐他了 都所以这个整个情况都都反转了 你包括我们说了伊朗 现在高度一次很多人都发现了 那那个哈利亚 那那个文艺 那个哈马斯那文艺 就是伊朗干的 干可能都是伊朗干的 都不是以色列干的 为什么 伊朗干的直接就是给给他送礼就行了 所以这个根本都不用出手 这个这个包子现在内政外交 所以说你看那个越南这边 刚刚跟他们关系还行的 这个这个连任第三届的这个文艺 就去世了 这个这边你看那个马度 所以整盘齐齐全盘接触 所以玩读的了 而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 另外一头还有个武汉 武汉出大事 所以我们几个情况 说不在一起分析一下 先说说这个中纪委干的啥事 为什么我如此紧张呢 面对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就在昨天晚上啊 这个湖南省参州市中研民法院啊 就判处一审公开宣判 现在啥事情呢 让全国公务员都惊呆了 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呢 广东省原人大常委会啊 这个党主副书记副主任李春生啊 受惠一案 这个案有有什么特别呢 现在受惠打老虎打苍蝇很正常 是吧 但很正常不正常 为什么呢 啊 现在对这个李春生啊 受惠罪判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啊 对李春生受惠犯罪所得财务之息 予以追缴啊 追缴上缴国库啊 不要罚款 所有东西罚个底朝天 还要判个十年 那那严不严重呢 啊 好像不不是一个特别大事情 哎 但是大家小心心啊 且看后面 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显现 习近平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太正常 啊 因为 这个李春生 他是2022年11月26号 主动到中纪委国家监委投案的啊 之前一个投案 我们那个中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什么 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刘士宇 这个他们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啊 按照中纪委自己的说法 他说什么李春生啊 部分受惠啊 是未遂啊 还主动投案 如实公署了罪行 你看这个判决书他都这样说 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 受惠事实 具有自首的情节 并检业 并检举了他人犯罪行为 还检举了他人 还把其他人都供出来了 啊 金查证属蛇啊 说不定他供出来的就是李上福 魏凤和是吧 所以具有立功情节 你看立了几个功又有自首情节 又有立功情节 认罪 惠罪 积极退庄 是不是啊 都积极退庄 涉案的账务 已经全部追缴 都依法予以减刑 以前要是这种情况 都是干嘛 都是劳都不用做 最多给个缓刑 像刘世瑜 甚至可以发配到第一级的岗位上面 去安排安排 甚至可以讲 你把钱交上来 因为说一千到一万 我们都知道 习近平在前五年 啊 就打薄熙来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一级的清退 所以 再到后面五年啊 这个 再到最近 特别是最近 其实习近平 已经没有再利用中纪委 作为一个权力斗争的工具了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用来创收的 就作为这个中纪委 现在最大的一个作用 是吗 就是创收 那对于这个很多这些 现在你说这这些人 应该来讲就是什么 哎呀他们都积极退账了 把账款退出来了 又立功取报他人了 李春生不应该重判 十年对于一个老人家来讲 基本上都要做 所以 所以 在处理李春生的问题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 细胞子有点发脾气 他带着情绪去做事情 我之前多次分析 我说习近平做事情带情绪 带情绪 所以我们一般人在公司上班 我们有时候中层领导 中间层领导 你们不要带着情绪来工作 是不是 把工作没有做好 连一般员工 他如果带着我们也要做心理建设 是吧 你带着情绪来工作 比如最近奥运会 是不是 心理状态影响发挥 是不是 所以我们 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好的 而对于习近平一直以来 他对于很多事情 他是带着喜好 然后带着情绪说 我们都知道了 就比如个对日本的关系 我上班次说了 一个铁头为什么不能交出去 铁头在国内可以都这么讲 都声名囊吉 中国交出一个铁头 换来跟日本进一步关系的契机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 可以讲是一本万利 你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这个小粉红五毛这个台都下不了 中国共产党就不用换了 像铁头这些东西 中国共产党竟然不能拿他当做一个筹码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彻底失败 我可以这么讲 也是习近平的彻底失败 你像这个东西 你这个是吧 就拿去换日本几个亿订单也好啊 是不是啊 跟日本解决这个日本也不方便下太重手 很多事情 如果中国能配合的话 就把那两个人抓起来 现在有两个回国都查清楚了 中国逮了把他送过去 是不是 这个就很好搞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是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 竟然是没有办法把铁头交到日本去 我是没有办法理解 你说什么这个核废水下不来台 其实他很想下那个台 因为搞得很不好看 但是他也下不来 你说和这个核废水就散了 和处理水应该说的更准确 但是就这样 连铁头他都没有办法 所谓习近平说自己进退自如 是吧 这个收放自如 对 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 作为一个大国外交 确实应该做到进退自如 确实应该做到收放自如 但是习近平有没有做到 我就问这个问题 习近平有没有做到他所说的收放自如 很明显是没有 你包括之前的这个清零 他有没有收放自如啊 没有收放自如 他是他是突然间就就就搞不定了 就哎呀这个就就一一盘散沙 因为一个乱战 最后就就就这样 就就不了了之 然后 这些反日啊这些东西 他都没有办法纠正过来 明明很低成本的一个纠正 无论从社会成本还是任何一个经济成本 这些账很容易算 他都没有办法流转啊 最典型的还是铁头 这个事情呢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所以在在回头之前就已经觉得很不对了 这样做事情 回头这个李春生这个事情呢 比这些事情呢 比这些事情其实更严重 因为对于一个独裁政党来讲 对于类这个基本盘就是什么 基本盘就是利益集团 就是在这一批的这个公务员 公务员现在习包子是什么呢 他是觉得啊 为什么这现在国家没钱 他一想就是什么呢 你们没有按照我规定做 你们贪污腐败 我我细胞子竟然没有认识到 他做的很多事情是更大的一个失败和腐败 你比如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是一个彻底的腐败和失败 还有之前的莲花清瘟啊 什么什么大白什么风控 什么什么苗苗酸酸 是吧 这这些事情 都是更大的对社会的伤害 就比贪污腐败更严重的就是这些 这些乱象 所以习近平的情况可以这么讲 所以先到一万跟委内瑞拉的查维斯 跟马杜罗差不多 差不多 也是这个本来好好的我我我 我们昨天说分析中国的稀土 中国的稀土的崩溃 跟委内瑞拉的原油崩溃是一样的 好好的一个东西 甚至可以这么讲 叫家里有矿是吧 金山银山啊 包子败光啊 好好的一个东西 是吧 有矿家里有矿都耐不住这个败家子 我都都不都不都不说什么了啊 是吧 其他的了 所以现在党内 没钱也是习近平你啊 习近平的什么战狼 外交什么这些玩意造成的 对不对 你习近平自己搞砸了 现在找我们全国全国这些中层公务员来开刀 说我们贪污腐败 李习近平你自己的人最贪污腐败 所以他他把这些事情就搞得很乱 明明是他自己的那些奸臣这个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搞得 搞得现在这个这个鬼样 他就怪别的官员 你们贪污腐败 怪就算了 人家都投案自首了 行李国家现在需要我们投案自首的给你 结果干嘛 结果还要重罚 这个李春生是罚到什么程度 从2001年到2022年 倒查20年 查到他2001年的犯罪记录 都不是这个轻轻放下 所以习近平不应该这么做 他这么做 人家更不愿意自首 因为你呀 习近平现在是要钱嘛 你要钱 你应该鼓励他们自首 就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就是要钱 你们配合一下 大家都都就这样过去了 是不是啊 你们自首 投案自首的行不用坐牢 那大家就哎呀行 一人给一点 是不是啊 之前包括医疗反腐也是 哎呀大家自己给一点 凑合过去 行的那就不用追究了 自查自究 是吧 那我们执法就作为中纪委 不是我们的啊 就中纪委的这个机构 他的执法成本也低 大家就把钱交上来了 就像重征啊 你们底下的官员 一人交一点 就算了 交完突然间就给他判个十年 还倒查他二十年 这证明什么 细胞子生气 哎 你们竟然贪了这么多钱 七千多万 啊 就是你们 我很生气 我再把他判个十年 所以这就 这就是一种 这个 这个元首的愤怒嘛 就是觉得底下的人没做好 包括最近这个打打金融领域嘛 你能看到啊 就多家金融机构整改员工社交媒体账号 啊 你不要炫富啊 啊 你们这些的金融领域啊 是不是啊 你们啊 这个这个 啊 怎么赚那么多钱呢 把金融领域抓起来 把医疗领域抓起来 就 就是 但是 这个愣头青 他也不会管 然后他管的方式最后又搞砸 所以习近平一定会撤 他是一定彻底走向这个马杜罗的老路啊 比马杜罗都不如 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其实 啊 就以中国的情况啊 其实 一定会比维瑞尔拉惨 为什么 维瑞尔拉他的天然资源国土的这个 啊 本来的农业的一个完善程度 这个人家还是基本上热带国家 这个就这个森林里面摘点果都能过去 中国的那个土地的贫瘠的程度 远远要比维瑞尔拉要差得多 而且人家国家还小 实在不行 你看人家维瑞尔拉走线到美国也比你中国容易走啊 所以中国出的问题一定还比维瑞尔拉要要差个十倍 可以告诉大家 所以他他就打这些金融金 应用就造成这个资金外逃了 股市这个这个一蹶不振啊 然后现在一股脑门 又觉得还你们投机倒把把把股市搞到两千八 其实谁把股市搞到两千八不就是你们无亲跟习近平吗 所以他整一个东西他都是错的 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了 他又自以为是又情绪化 又结私底里 又又没招 这就是习近平这个情况啊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 这个俄罗斯啊 俄罗斯那边也可能让他这种很很烦躁是吧 让让让习近平很烦躁 因为俄罗斯现在真的是不行了 7月31号俄罗斯边防军啊 在他那个友邦啊 以前的亚美利亚啊 亚美利亚啊 发了这个族客令啊 叫什么呀 强烈要求下这个俄罗斯俄罗斯边防军被赶出亚美利亚啊 这个叫艾里温之瓦特诺斯机场啊 此后亚美利亚边防军将在8月1号开始 在没有俄罗斯人参与的情况下单独执行 那以前什么情况呢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以前亚美利亚跟阿塞拜疆啊 两个是前前前苏联的一些一些加盟国吧 好像是吧 我又我我搞错了 就大家告诉我啊 然后 然后 亚美利亚一直被阿塞拜疆欺负 然后就让俄罗斯主持公道嘛 俄罗斯就 呃 所以就有驻军在亚美利亚 啊 就帮助两两两个两个小弟啊 两个小弟不要不要插起来了 是吧 所以就有点有意思 那 所以以前亚美利亚的这个机场是有俄罗斯驻军的 那已经驻扎了三十二年 但随着俄方非法侵略乌克兰啊 这个违法侵略乌克兰啊 这个违法侵略乌克兰 引发强烈的不满和这个这个声音之后 或者说现在俄军这玩意也不也没用了啊 所以亚美利亚的总理在今年三月初已经致函要求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滚出亚美利亚啊 就赶他出去 所以俄罗斯被踢出亚美利亚这个事情可以看见 小弟踢大哥啊 这个可以这么讲吧 啊 啊 确实俄罗斯是比亚美利亚强啊 就这个军军军利啊 就仅仅说军事啊 以后俄罗斯可能会比亚美利亚更穷 可能还要差得多啊 在移动移动稍操作底下是吧 然后这个边防军啊 已经我们自己亚美利亚搞定不用俄罗斯啊 也就俄罗斯不管用啊 现在底下小弟一压根就不要他 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什么 亚美利亚外长又又跟乌克兰都谈起来了 人家宁愿跟乌克兰谈都不跟俄罗斯谈 所以这是俄罗斯整个其实帝国彻底崩溃 另外一头不不不单只是这边啊 另外一边什么俄罗斯俄罗斯在本来在非洲有一些生意啊 在什么马里哎 最近啊最近那个瓦格纳吗 瓦格纳在马里境内的一个被当地民兵围剿 直接什么吗 连马里的游击队都都把瓦格纳赶出去 以前瓦格纳大厨在非洲很多生意啊 有钻石钻石开采生意有什么生意搞得挺好 现在啊一动烧操作俄罗斯把自己在北非的生意砸了 在亚美利亚的生意砸了 这个俄罗斯彻底完蛋 彻底完蛋 所以我们看这一包括习包子包括普丁丁都是什么 都是希特勒 都是希特勒 在最后全部搞砸 最后全部搞砸 另外一头就是这个乌克兰 我们看到啊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俄罗斯招募雇佣兵也是越来越难的 一个是俄罗斯没钱了 以前独步还可以用来招募雇佣兵 现在一个俄罗斯打输嘛 很多人上了前线好像也不能打胜仗 不能打胜仗可能就就要挨挨枪了 所以很多人也不愿意参加俄罗斯雇佣兵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参加俄罗斯雇佣兵 俄罗斯就完蛋了 包括印度啊 其实最重要是印度印度之类的几个国家都已经呼吁啊 不要这个呼吁自己国民 不要再参加这个俄罗斯这个可耻的一个侵略战争 不要参加他 所以俄罗斯 彻底完蛋 彻底完蛋 包括他想封锁乌克兰 结果乌克兰现在在欧盟的帮助底下 乌克兰的谷物协会 仍然顺利出口股物 今年预计目标能够出口七千一百八十万吨的小麦 仍然给世界的这个粮食安全给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做出卓越的贡献 所以可能乌克兰比俄罗斯有用多了 你看一个俄罗斯一个中国就是搞乱全世界 乌克兰在抵御外敌入侵的情况下 他仍然给全世界贡献粮食 你看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贝尔邦 这就优秀 这就干得漂亮 这个充分证明 俄罗斯所以现在F16也到货了 就一个优秀的领导人 你看人家泽连斯基 充分尊重民意 人家该干什么干什么 中国那些玩意 包括包子包括这些玩意搞的乱七八糟 是不是 他自己能力也不扎的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什么 包括还有就是马杜罗 现在马杜罗能撑几天不好说 包括中国那家哈马斯的玩意全部被干掉了 今天又一个好像什么军事军事统帅被干掉 都被干掉 什么这个什么胡塞武装 这些东西在全世界就是个笑话 就是在中国天天捧这些玩意 其实就是个笑话 胡塞武装从头到尾就是个笑话 美国现在已经对维瑞拉下最后通牒 你维瑞拉给我马杜罗下台 这就这么简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包子他就录了 而他的情绪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 他就更没有办法很好应对当今中国的 这个经济外交 还有里面民生的各种问题 这个就在昨天晚上 这个武汉红山区出现大范围的停电 整个区到处停电 整个区到处都没电 在和平还没打仗呢 他整整个大城市 一些新一线城市 武汉红山区整个区没电 之前是深圳 整个深圳没电 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些细胞 都管出来这些玩意 我们不是黑中国 我们这个就主要是什么 主要就是黑习近平 也不是黑 就习近平他真的管不好 不是黑 这事实就这样 先松端绝对不错 打开小铃铛